台风山竹已经离开三天。依然有不少人在争论台风之后该不该全民放假。特首认为没有机制可以宣布放假。我认为机制是人制定的。政府应该修改目前台风1级至10级的级别及处理方式。 这一次的台风强度比过往数次的10级台风强得多。除了1级至10级台风之外,国际上有风力强度的衡量,可以是15级,17级甚至20多级。香港的风球制度也许也可以参考。在10号风球之上,如果风力达15级,则挂15号风球。15号风球解除之后的24或36小时里。 不必参与清理善后工作的人可以放假。那不是皆大欢喜吗?港股及A股继续反弹。上证指数回到2700点之上。这是重要的心理关口。代表许多投资者的信心。 昨日提到基建股炒上,流了中国重气3808。这只股也该算是基建股。搞基建不能没有重型车辆。此股股价已经创出新高。 昨日一口气上升16.5%。可以留意,也可以当成中美贸易战的避险股之一。 贸易战令许多投资者感到很恐慌。但是,股市里依然存在许多避险股。过去几个月,我已经非常多次推介一些避险股。 如果你目前持有的事避险股,应该可以安心睡觉,并准备中秋赏月。 不过,有部分避险股很特别。当大市大跌时,其避险功能就出现。股价上升,但是当大市大幅反弹,其避险功能就消失。股价更可能轻微下跌。 理由是一些倒性强的股民见到大市升,就马上卖掉避险股。追购正在上升的股。 我始终认为,换来换去,不断地追上升股,只有令自己疲于奔命,一无所获。